爱情来了 幸福来了 婚姻来了 房子来了 老娘子来了 婚姻来了 压力来了 烦恼来了 账户家来了 应该要来的或婚应该要来的 是我的或不是我的 做得又等偏偏不来 害怕什么什么就来 爱情来了 幸福来了 婚姻来了 房子来了 大款来了 业务来了 压力来了 烦恼来了 要来的全都会来 想要的不想要的 没有预告说来就来 不想明天明天就来 来的风不盛放 让人乱了助长 那些我所恐慌 终日我就为他奔马 看心彷徨 努力隐藏之下 欲行之下 退让 扬如下 来的风不赛 掀起尖到海浪 振了的 Gum Hyuk 生活从此跌倒 我的耳朵听见有谁在唱 对我说你不要 来 你想要它来的它偏偏不来 它对你不离不采 把你搞得不明不白 有些无奈 当我们没办法主宰到底什么会来 有何时会离开 有一些事情 她说来就来 有说白就白 过去了发生的那现在来过了 现在还在不在 想要不得到的没来 她还要等多久 她快不快 无法遇见的未来 怎么会来 我都得在的心态世界火辣 我也有我单了 对护是我抵抗 我的眼睛看着肩膀 心里却没有花香 我也有我单了 对护是我抵抗 不觉得发生的那现在来过了 现在还在不在 想要让你失望她快乐 我相信我也不会慌 老公没来得及给你做早餐 老婆愧疚晚分 等你回来给你补上 你是不是忘记拿东西了 刘伯都上班了 你怎么才起啊 我 是不是今天你当班 为什么不给他做早点吃 刘伯也是刚刚接到通知 是要去开会的 没顾得上 还是懒 你说你们这个婚结的有意义吗 咱就说你吧 日子日子不会过 钱钱挣得少 还房贷的事都落在我儿子一个人身上 房贷生活费 我出钱了 就您那点工资啊 您好意思说 我本来想好心啊 帮帮你们 我劝你们呢 搬到我那儿去住 把这房子呢租出去 挣点租金 还换房贷 您瞧瞧您啊 一个不乐意 十个不乐意 你火着你妈 对我横瞧鼻子 竖瞧眼的挑刺 我没有挑刺 不住在一起 有不住在一起的好处 能避免很多矛盾 你呀 你啥都别说了 你就是不理解 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衷 就说我吧 我年轻的时候啊 受婆婆压迫 这老了老了 我终于熬成婆婆了 我还得受儿媳妇的排斥 其实我们公婆 为什么愿意和你们住在一起 你知道吗 那就是老人对儿女的依恋 是人世间 割舍不了的这份亲情 你不懂 是我们赏你脸 妈 您别赏我们这个脸 我们想 我们想要 自由的家庭生活 我什么都不说了 说白费 基本就是对牛弹琴 你知道我后悔什么吗 我最大的后悔就是给了你们半套房子 你和你妈握着这半套房子的产权 你们在这儿死去拍裂地折腾我们 按照你妈那个强盗逻辑 那就是我儿子结了婚 我就该跟我儿子脱离关系 日子全留给你们过 妈 你要有什么脾气你尽管冲着我来 我和刘波我们不想跟你们住在一起 跟我妈没有半点关系 这事一码归一码 你不要混淆在一起 我替你妈怎么了 我就说你妈怎么了 我告诉你慢慢 你们赵家的人呢 个个都是人心不足蛇吞响 我跟刘波结婚怎么了 谁让你们脱离母子关系了 那难不成我嫁给刘波 我还要跟我妈脱离母女关系啊 这什么道理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你 你少冲我小辣椒 我告诉你啊 儿子永远跟我是一家人 儿子是我永远的儿子 你和你妈休想把人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你说什么是什么 你妈说什么是什么 哄着我儿子给你们做饭 给你们挣钱 给你们还房贷 将来还得给你妈养老 休想我告诉你 你可以去客厅吗 凭什么 这个地方我没有资格占吗 我要换衣服 你摔门给谁看呢你 你真是勾腰吕洞宾哪你 你妈怎么教育你的 我告诉你啊 这也是我的家 我想来就来我想走就走 你少给我拿你个女主人的架势 算老几呀你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勤快 有礼貌 干活麻利点 我挺勤快的 爷爷有礼貌 而且也麻利 那就好 工资待遇呢 说说看 以前拿多少薪水 几年前了 包底八百 这样 我给你开一千八 试用期一个月 试用期满 如果被录用的话 我会给你买三显一斤 酒水提成我还没想好 年末看经营情况 我酌情给你发奖金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回去考虑一下 看合适不合适 不用考虑了 我愿意干 知道老四的情人是谁吗 谁啊 谁啊 那你的谁啊 我们认识吗 猜呀 老四 你这别卖关子了 快点说吧 想知道 请我吃饭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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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波他姐姐 谁啊 他姐姐 啥 你别瞎说啊 你别瞎说啊 你瞎说啥 你瞎说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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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走 那你去哪儿吃饭呢 走 走 我一会儿给4S店送零件去 我不去了 那个 不吃饭了啊 那我吃饭去 那我吃饭去 我吃饭去 怎么着 大妞 什么时候回来 怕回去受气 怕回去受气 这么说话没意思了啊 什么有意思 那是我妈 你和我妈有矛盾 我夹在中间也难做啊 帮礼不帮亲 我难吗 我啥事儿帮过亲 帮过礼吗 我妈也没不讲礼啊 说话呀 人呢 人呢 怎么不说话了 别人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干嘛 我还没吃饭呢 没吃就没吃呗 我饿死啊 你说大来点跑来容易吗我 不是拉倒 饿死你这没老公了 没有就没有 气我 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你说你妈有道理 我什么时候说我妈有道理了 那你说什么 我说你有道理啊 你们都有理就我没理 我是常没理委员会的 行不行 我饿 走 吃饭去 都好了啊 笑什么呀 以前我只觉得你情商低 我现在觉得你智商也低 你 你不再搞人身攻击的啊 我没有 哪次出事不都是你妈挑的头啊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这你否认吗 如果不否认 你能消气不喷我吗 不能 那怎么才能说 仨条件 第一 让你妈不要过来做饭了 我每吃她一顿饭 我就像欠她似的 行 你不让你妈过来做饭 我就不让我妈过来做饭 说起我妈过来做饭 我更生气了 我妈过来的时候 她哪一次挑你的刺了 你说你妈 那葡萄酒我还没喝呢 就跟我说 你吃点葡萄 一晚上也就消化成葡萄酒了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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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 第二点 周末各回各家各看各妈 谁也不要逼着对方跟着去 万一我丈母娘想了 爱去不去 行 第三点 有了问题 我们自己内部解决 如果晚上我要生气了 我要出去了 你要给我打电话 是 昨晚我就给你打电话 你没接啊 打到我接为止啊 那咱总不接呢 五个电话我就接 行 五个电话呗 可以 还要补充一点 不要让对方在外面过夜 行 如果你在外面过夜 我去找你 打电话都省了 好吧 三点加补充协议 好 同意 吃饭 好 不过 你说我满足你撒药球 你是不是得满足我撒药球 你是不是让我 亲你一下 抱你一下 完了以后再亲你一下 基本上差不多 来 亲一下 我串你一下 亲一下 儿子媳妇成了家 这个做亲妈的也得往边上靠一靠 别老插一杠子 坑个第三者似的 现在让我靠边了 当初买房子 怎么不让我靠边啊 年轻人结婚 老年人靠边 一代一代 不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吗 我养大的儿子 让我靠边 凭什么 桃子熟了让我走开 让你闺女去摘 想得美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 你儿子不应该结婚啊 就一辈子应该靠在你身边啊 结婚也得找一个 孝顺贤惠的媳妇 绝不能找那种丈母娘 跟个狗屁高佑似的 贴在身上那种人 对 是我女儿找错了人 我女儿就应该找个成熟的 而不要找一个 三世而立了 还大家小家不分的 那个奶皮男 再碰上一个这么凶 这么饿的婆婆 非粘着儿子家里面指手画脚 当驾做主 你才是恶婆子呢 我就沾我儿子 怎么了 我就黏着他 你想黏你没儿子 你别把我逼急了 我告诉你 你说别急着我 就这你 逼急着你敢怎么样 逼急了 我把你闺女扫地出门 行不行 说到底王老师啊 你是另外一个家庭的女主人 你是刘伯她爸的老婆 你说你蛮不讲理 你破坏人家小家庭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不计较个人的事 那你不考虑刘伯 我儿子照样找个黄花大闺女 不孝敬我的 免计我这个家门 这话可能是当年你婆婆威胁你的吧 关你什么屁事 我就是要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你没退休金哪 小事迷你 你就知道钱 钱 钱 亲情 懂不懂 亲情 亲情你应该围着你老公转 你是不霸占儿子 你心里不踏实 心里变态 王老师 我觉得你特可怜 你年轻的时候吧 这个男人跟自己不是一条心 到了年老了吧 儿子又跟媳妇一条心 你一辈子都没有抓住男人的心 你放屁 你把我们家房子给骗走了 我告诉你 也就我儿子傻 没识破你的本来面目 你儿子不傻 是你脑子出了问题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以为我 我敢打你啊 别门 别让我说什么大人啊 我敢打你啊 我敢打你 你不想活是吧 行 那我们俩同步一进 杀人了 别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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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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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杀人了 救命啊 快给我报警 打110 杀人了 六楼杀人了 救命 杀人了 六楼杀人了 快点给我报警 救命啊 救命啊 快点 她 questions 快点 救命啊 你永远毛 你还要有善优你 救命啊 快点 你要看一下 我保女 chore 救命啊 快点 快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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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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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奏皇上 有依刁民求情 直接听 妈 刘伯 那个一会儿你路过药店的时候 你给我带点那个伤膏药回来啊 行 你是不是最近在我们家干活累了呀 不是 不是的 是这样 那个 你妈妈 怎么了 你妈妈又跟我吵起来了 你说我身体特别不好 我禁不住你妈妈怎么推呀 刘伯 你看啊 那个好好的劝劝你妈妈 你说我们都这把年纪的人了 都是做父母的了 应该相互体谅才是啊 你说对不对啊 对 对 那个刘伯 反正我保证啊 我以后不再跟你妈妈吵了 我就希望你们俩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妈 妈 这您放心 我们肯定好好过日子 好像车来了 好 那就这样啊 喂 那个警察同志是这样 那个刚才呢我在我女儿家 正好王老师也在 我们俩就吵了两句 胡说 他这是往我身上泼脏水呢 我 警察同志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到我街坊邻居这边来 你来打听打听 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我告诉你啊 我平时我连鱼都不敢杀 真的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我每回到菜市场买鱼的时候 我都叫那个杀好了鱼以后 我才拎回家来呢 你说我这么胆小的人 我怎么会拿刀威胁他呢 他太夸张了他 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 我若不禁风 你说 我怎么可能去威胁他 是他威胁我才对呢 不是 我是妈妈特的 是哪位警察同志打电话找我啊 您请坐 还是您呢 派出所都派成你们亲亲家了 你们这家到底怎么回事 那王老师是我亲家 警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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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把他给举起来 就他要拿刀杀我的 我怕他 我真的怕他 你亲家刚才说 你拿一把水果刀 在他家威胁他 警察同志 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 我若不禁风 我而且是个外人 我在北京 根本就无依无靠的 我怎么可能拿刀威胁他呢 警察同志 你真的你千万不能相信他 警察同志 他糊涂他女儿 骗走了我们家半套房子 他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 满嘴谎话 没有一句真的 你可千万别上他当 大妈 你们闹了半天 还都不是因为房子吗 就是 警察我跟你说 这个家务事 你说说大吧也大 说小吧 你看我们吵个没完 王老师 我觉得你看看 那到底我们是打官司呢 还是我们回去自己解决 我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我陪你上法庭玩 我丢不起那个人 大妈 这是派出所 不是局委会 每个公民都像您这样打110 那该多少个警察对付 纳粹人养活着我们哪 就是 本来就是无中身有的事情 那警察同志 那我走了啊 回吧 回吧 另外 天热 多喝点绿豆汤 大家都降降火 对 要喝点绿豆汤 特别是他 回吧 看看什么台湾 不是警察同志 你怎么能让他走呢 放虎归山嘛 不行 这样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啊 没事的 他一会儿又拿刀来找我来了 我受不了这个 今天晚上我买菜 做饭你包了啊 行 你洗碗我拖地啊 行 游叽叽的东西都找你别找我了啊 你耿天来爱 我只顾 不得了 怎么回事啊 出事了 我先进 你等着啊 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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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别问我 问你丈母娘去 你问问她都干了些什么 不是 妈 我 我丈母娘给我打电话了 那你 恶人嫌告状 是不是 没有 你没有吵架了 吵架 吵架多简单哪 动刀子了 她要要我命 我告诉你 要不是今天警察来得及时啊 你下班一推门一看 你妈躺地下了 断气了 死了 妈 你这消消气严重了吧 妈妈您给倒杯水 快快快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讲 她妈长期把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 她总认为我欺负她闺女了 那天我说了她几句 这不今天拿着刀来跟我玩命来了 刘伯 我今天我真得好好给你摆一摆 这不比不知道咱今天比一比啊 咱就拿你姐跟她比一比 你姐比她有能耐不 你说有能耐没有 你姐嫁一个没用的老公 给她生孩子 还要管孩子 拼命地工作 养活一大家子人 她怎么跟她婆婆相处的 买个大别墅 让婆婆全家入进去 她是这么对待她婆婆的 闹个不愉快吗 没有 怎么的 我跟肖大伟她妈差什么 我比她差什么 我窝囊不窝囊你说 给我水喝 水 水 水 妈 其实你不能这么比 妈 你说我姐啊 我姐她们家房子大 是吧 大别墅 楼上楼下住的 而且我姐这工作呢 在酒吧工作 平时跟婆婆见面有非常少 你说咱家就这条件 这么大个地方 你说你来住呢 你也不方便 我们也不方便 对吧 赶面我要买别墅 你天天来住都行 不对 绝不是房子大小的问题 这是心里能容得下 容不下的问题 咱换位思考 对肖大伟而言 我是不是也丈母娘了 那如果我容不下 你姐姐的婆婆 我隔三差五的 我到你姐姐家去 我去搅和去 我去挤堆去 我去挤堆去 是不也得一大堆矛盾呢 我这么做了吗 我没有 我为了让他们一家 安安稳稳在那儿过日子 我能不去 我尽量都不去 我想你姐姐我都不去 我忍着 你说我能不能容下她婆婆 我不就是为了和谐相处吗 我是这种待遇吗 刘波你说我是这种待遇吗 我告诉你 这叫什么 这叫气度 这是我的气度 对吧 我告诉你 在这一点上 我比他们家人强多了 她强的不是一行半点 妈 我妈没有你说的那么狭隘 你妈还不狭隘 她不狭隘她处处跟我作对 她不狭隘她处处算计我们家 今天她还要我的命呢她 不 怎么的 费力她把我命要了 我躺到这儿断了气了 她被警察给抓走了 给枪毙了 这才说没问题吗 妈 你消消气 真的 你消消气 行行行 妈这些事呢 慢慢回去会跟她妈说的 你也不用难为她 难为她干吗呢你说 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竟向着她说话 你到底是谁儿子 她难为我的事 你就不帮着我说话 我告诉你 你是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娘 你给她做儿子去吧 你跟她回山海去吧 你以后不要系刘 你改姓 以后你姓赵 你不要叫刘伯 你叫赵伯 不是 爸 妈 我 我叫什么赵伯啊我 妈 妈 你 妈 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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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脚买了是不是 我那儿媳妇和你这儿媳妇 她怎么就不一样了 你看人家刘静啊 给你买了这么大个房子 还挣钱养着全家人 对你们那么孝顺 我可真没你这个好命啊 我命苦啊 各有各的难住 多体谅一下 您就不嫌烦了 大伟啊 妈 去买鱼去 黄老师爱吃鱼 待会儿回来做红烧的 好嘞 您先坐 你看你和你儿子多融洽呀 我那个儿子 叫他丈母娘给挑拨的声 都不听我 大伟啊 也不那么听话 今天您在这儿 他不敢 你就跟着儿子媳妇享福去吧 我呢 光盛眼热的份儿了 妈 您来了 静静回来了 我这就做饭去啊 妈 这怎么了 妈 静静 妈 您这个怎么了 有事说事您哭什么呀 您看这是 你弟弟啊 我是白疼白痒了 一到关键时刻这胳膊中去我外观呀 都快气死我了 妈呀 您看您这 就哭成这样 您听我说哈 他不需要您帮助了 您又何必硬贴上去找不痛快呢 您看 我呀 我是可怜他 我可怜他每天上班那么累 然后每个月呢得到银行去还贷款 我真的是想让他把日子过好 我一片后心哪 妈 他都三十岁的人了 用不着您怎么操心了 人家现在是小两口打算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您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不是心疼他吗 您心疼他有用吗 人愿意让您心疼吗 人领情吗 他不是我儿子吗 我将来我得指望他呀 您还指望他呢 我估计呀您到最后 连您那老本都收不回来 我要指望不上他 我可就指望你了 不过我还是要先指望他 因为他是儿子 我是怕您哪努力了一辈子 到最后呢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您知道吗 您现在就应该回去跟我爸爸好好的过日子 那死老头子 他从来就没对我好过 一辈子他活着他妈 欺负我 死死的压着我 这 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 您还说起来没完没了的 还有 还有一件事您让我说完 你姑姑 最近呢拿走了我九万块钱 你爸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算了 妈 那不是亲戚吗 慢慢还上呗 你说的清教 那叫九万块钱哪 我不像你呀 我是开酒吧的呀 我是退休的人民教师 我就这点死工资啊 我就这点退休费 我从牙缝里挤出来 那九万块钱哪 他一说拿走就拿走了 我不爱听你说话 我不跟你说了 妈 我还以为你同情我呢 我找错人了 妈 我走 我走 不跟你说了 妈 您看 姓家 不吃饭了 妈 妈 刘伯 你的脚怎么了 那下一天路华我拆几根了 我走 颜总 您看看 这可是我加了一晚上班 赶不出来的 都不知道你写什么 嗯 颜总太不给面子了 你怎么可以 这样当面打击一个女人呢 姐姐哥 你这样 你不怕被你们韦总监看见 怕她看到什么 你们俩不好是吗 你听谁说的 瞎子都看出来了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跟她走得近 那真的是为了生存 嗯 那你跟我这样 你为了什么呀 我是真的喜欢你 那我得感到荣幸才对啊 你对我有什么寄托 没寄托 哎呀 姐姐哥 如果五年前有人怎么跟我说 我肯定肯动得要命 你们这些男人 别人对你们好一点 你就会觉得别人图你们什么 只有你们自己最纯洁是吧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经历的越多 相信的越少 我明白 但是我觉得某人 他不配拥有你的这份牢记 这个是去欧洲培训最后的名单 为什么没有刘波 你也知道 这个情况 现在公司有些人议论你和刘波的特需关系 可能对你有些不利 还有刘波的脚受了伤 好吧 老公 这会儿简单点吧 这炒个黄花炒鸡蛋行不行 行啊 我吃什么都行 你剩饭我都吃 过来过来 喝酒了你 你全是个腿 你还出去喝酒 我出去什么呀 昨晚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喝一瓶啤酒 什么毛病你 爷爷爷 没了 我买了 别别别别 我去我去 我去我去 小心点 我玩钢铁侠 神经病 慢点啊 银铁侠 换飞马腿了 钢铁侠 刘波呢 妈 你怎么来了 您请坐 你喝点什么给你倒 不用忙了你坐下 我有话和你说 我和我老伴都到了需要儿子照顾的年龄了 我们得和儿子一起住 你愿意跟着你就跟着 不愿意跟着你可以回娘家 我 你妈那么心疼你 她巴不得你回去照顾她呀 你回娘家我们不拦着 你如果实在不愿意呢 我们可以不来住 但是有两点 第一 你们得付我们赡养费 我不多要 每个月两千 第二 周末必须允许我儿子来看望我们 我执行过律师了 律师支持我向你们讨要 赡养费和精神抚慰金 我只要求你和你妈 在我儿子对我尽孝的时候 最好站远点儿 闭住嘴 你们没有权利盖使我儿子 对我进行回报 妈 你说得对 孩子应该孝顺父母 可现在我们刚买了房子 一个月还 那么重的房贷还没还 现在就要付两千块钱的赡养费 目前我们负担不起 那我就得跟我儿子一起住 您也试过了 就住了这么长时间 您看发生这么多事儿 全怪你妈 我妈她真的都是为了我 为了刘伯好 那我们俩同归于尽 我怎么可能拿刀威胁她呢 是你脑子出了问题 为了刘伯好 你少跟我听你妈那狗屁理论 你妈凭什么关我们家的事 我们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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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好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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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你 你别 你别这个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刘伯 我 怎么了这是 儿子 这货一定得离 你一定得离啊 妈 你让我从这儿到北再好好想想 行吗 咱趁着现在还没孩子 咱赶快把婚礼了 咱们再找一个好的 儿子 现在到了你该选择的时候 你是要你妈 你还是要你媳妇 你有房吗 你有没有房子啊 买套房子吧 买套房子 买没买房 两居室 三居室 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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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对我姑娘好不好 就看你买没买房 这房本的名字必须是我贵宫 儿子想说姑娘结婚时的 那名字啥的忘彻子呢 就是 你想娶个女儿 必须得在县城给我买套房 如果买房子可以到场门 这个你能免疫活吗 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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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公务员吗 你哥挣多少钱 你能满足他的需求吗 你配做换吗 能孝顺护母吗 有贼人心吗 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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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顺护母 有贼人心 对我女儿好 要造得高 工资要拿得高 学历要高 老回头当跑 能量有爱心 嫩小精死为老人 自己能赚钱 有事业心 有上进心 家务货你的劝保了 烟得寄了 酒也得寄了 有稳定的工作 阿乐要就有 保了 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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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得免疫活 行吗 行吗